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因为我之前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跟家长沟通不当 然后导致误会 然后导致他从我们这个机构退废 然后走掉 所以我可能想了一个 就是把我们的沟通 由被动变主动的这么一个体系 是一个案例是吗 一个流程的思维导出 在教学小孩的时候 然后有个孩子 他在课上可能因为自己不舒服 然后他也是比较好强的那种孩子 我看他上课无精打采 我就提问他 然后他回答不上来 所以我可能就会有一点 比较严厉的去说他 孩子就哭了 回去之后孩子就跟妈妈说 今天老师骂我了 他也没有问我 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 在这个交流方面会偏少 所以我希望就是把跟家长的这个交流 放在课前 然后去做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 把我们的误会 从萌芽状态就开始去遏制他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 比如说第一次接触我们产品 和孩子第一次上课之后 考试评价之后 或者是日常联系和课堂 如果出现了一些什么突发的紧急状况 也可以跟家长很好的去沟通到 雅丽亚 你这个思维导图 其实做的应该还是合格的 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你是被培训的 还是自己设计的 没有被培训 就是因为工作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会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选行业 再选职业 再选企业 你现在行业 职业企业的所有面试内容 全是教育内容 对吧 然后结果你说了 我展示完这些我要选一个 我没干过的行业 我觉得逻辑不太通 因为我每天睡前有个习惯 就去看人民日报 发了一个微博叫夜读 然后有一天看到一句话 叫做如果年轻的时候 害怕失败 不用心干活 那后半生就很难沉淀出 有质地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比较年轻 然后有失败的这个资本 我想出去 就是跳出咱们这个相对于稳定的教师行业 去做一些 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工作 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好的一个工作 你所理解的运营管理 具体什么工作内容 因为我平时工作接触的两种人 孩子和家长 所以我有了解到客户运营这一方面 就是策划加执行 策划加执行 这扣哪个项目上都可以 你甚至说人力资源 你也可以说策划加执行 所以他其实并不理解精准 你连上百度搜一下这词都没搜吗 有搜过 但是可能主要比较注重于平台运营的茶的范围 就是可能对一个产品的定位 去分析它的受众 然后痛点之类的 因为紧张 脑子里就只浮现了这两个词 然后就脱口而出了 我仅仅只是去查了这个词 然后把它解下来了 但是并没有去往心里去 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做的事不是很好 因为对自己想去的这个岗位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 到了这个岗位上能做成什么样子 你刚才说你自己的求知意向 已经转到了运营管理 我觉得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你有没有分析过自己的优势 简单说一下 可能我的优势在于 我觉得我的亲和力比较高 所以可能去跟客户维系这一方面 会做的比较好 可是刚才你讲的是 你亲和力主要对孩子呀 对 对呀 那你不能对客户 对一个成人像对孩子一样 角色是不一样的 对 一般尤其是你是做幼教出来的 喜欢孩子的人 是不愿意离开孩子的 他离开孩子反而痛苦 而你却很高兴就离开孩子 而且选择了跟你专业不太相似 说说他也不喜欢 他那个原来的工作 而且刚才有一个成人的证人 在那已经证明过了 你对成人不打地 我来听一下这个女生 五年之内的职场规划是什么 比如说五年之后一张照片 你希望这张照片的构成是什么 一个办公桌 一个办公桌 然后落地窗 落地窗 我 你好孤单 以往只要问这种 这个就五年之后的图解 那种心里没想法 没想过的 很迷茫的 都是说一个落地窗 一个办公桌 我 没有别的了 行 你再具体一点 就是说你希望被别人管呢 还是希望管人 我比较倾向于执行型的 并不是管理型的 那执行型的话 也得要带团队啊 嗯 我管二十人吧 从何而来的 这二十 二十五的信息数字 所以加了一个零 她有一个幻想 但是没有仔细的 系统的规划过 她的整个的人生的职业道路 但是这个女孩的整体素质很好 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一个很好的培训 这个女孩会 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来老张 我们看看这选手的测评结果 略外向 静泽性 情绪稳定性和敌人性 得分都不错 创新性这块弱一些 那么在一些点子上 她可能会比较弱 特别是缺乏职场能力的话 这选手的特点呢 跟其他选手 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她在事物型方面得分偏高 所以她刚才所说的执行 是符合她的 你的这个分析的是吧 对 有挑战的想法 当然呢 也想寻求一份自己的发展 能够稳定成长 最后呢 是一个办公桌 落地窗 这样的一个经理 管理者的一个岗位 办公室主任 能力自信非常弱 她总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如人家 那今后你在工作当中呢 你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碰到了问题 碰到了困难 你就会先觉得我能力不行 所以呢 你就不敢去挑担子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你要认真的思考 如何去改变它 当然呢 你刚才讲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其实是触动你的 说不要害怕失败 所以呢 你想走出来 想从原来的教室的岗位 尝试别的方向 哪怕行政啊 哪怕这个运营啊 这些你都想做 这是好现象 但是呢 要先脚叉实地 去企业里头 有人带你 慢慢地成长 好不好 这位选手呢 给他评分呢 是七分 好 在两轮环节 这个看下来 这个女生 其实在家里面 还算是一个 比较传统教育下的一个成果 但是内心想突破这种 所谓的固化的前景 想尝去试一下 但那种市的稳定性并不高 所以可变数极大 所以每个企业家自己看着来 如果是从执行层的角度上来说 我想问一下张坤 六千基础的工资 高还是低了 以他的这个只有一年 而且还和这个运营管理 相无关的工作来讲的话 略高 略高 四千到五千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合适 你愿意调吗 愿意 调到多少 四千 态度真不错 第二轮选择去和留 还有六站 学家们赶紧抓紧写薪筹 来岗位提供 那聚焦室有为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市场部经理的助理 地展在北京 你好像是包吃包住的 OK 来 沐言 我觉得你就是基本素质还可以 所以呢 我们一号煤火给你提供的运营专员 微车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 就是运营 那运营我们分两类 一类市场运营 一类用户运营 那这个时候 到时候可以根据你的兴趣爱好 我们再来沟通 斯凯勒给你提供的岗位就是 加盟中心的运营管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陈浩 我觉得让你可以试一试 但是跟你熟悉的行业 也是加盟中心的运营专员 他配完去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活动执行的职位 我觉得你跟我们非常合拍 六盏灯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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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邱盈盈增花 弹琴不上感情 请揭晓 新手有问题吗 没有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我以后能够接触到怎样的一个 我曾经没有接触到的一个层次 这个问题好难啊 因为你要 首先你要了解商品 你要了解产品 是吧 然后你要了解客户 其次你就要了解市场的 了解竞品 我们有多少多少多个品牌 如果你要再想精神的话 你要了解行业 就是户外行业的 国内外的情景 这个就得看你自己的能耐了 邱盈盈 你确定你只出四千吗 你很有可能失败 你要改吗 不改 我相信 我们的企业跟它是很匹配的 行吧 那你等着瞧 把另外的鸡蛋灯亮起来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薪酬是多少 来 刘文军 六千 来 沐妍 六千 徐磊 七千 哎呀 个个都比你们高啊 你们死定了啊 陈昊 陈昊今天出了个五千嘛 这几位当中 你依然可以任选一位 来代替这两位女士当中的某一位 单人也可以选择不代替 十秒 你的答案是 呃 微车的 骑走代替 球走 为什么 呃 因为这边可能 还是会跟孩子接触比较多 不是 你选的嘛 你把人家选上来的嘛 我还是 前提的有没有原因 有 宁波有没有原因 有 直说嘛 老拉拿人家孩子开一顺 孩子得你了 我说你死定了嘛 你真是 我让你加点不加 有请你黯然离场 好 有请徐磊荣耀登场 写上去 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啊 男朋友 选哪个 呃 选斯凯乐 为什么 我觉得斯凯乐这个企业非常好 因为我在北京话 呃 在工作上也有一定的了解 斯凯乐这边 人家为说不好啊 呃 不好意思 是我没有具体一些了解 没事 就因为你是个男人 啊 请坐 那个杨丽 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两点 是我希望看到 第一是可塑性 你对新事物是愿意去接受的 第二是你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 这是我喜欢看到两点 在我们公司 我们对于新手 是有一套培训的体系 我们也很愿意把 这种有可塑性的人 快速的让他进入到一个领域 有专业性 好 来 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选择 他到底是听男朋友的呢 还是听徐磊的呢 斯凯乐 微车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斯凯乐 去吧 说明还是男朋友更有用